近日,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举办新春连环晚会,现场热闹非凡,众多实力派无打演员齐聚一堂,还有一些影视界的大咖前来捧场支持,比如辈分高的陈蒙、曾志伟等。 身为香港演艺人协会会长的古天乐,也亮相现场,引起一波小骚动,众人纷纷上前合影,但细看古天乐的脸,怎么又更怪异了?现在的脸比被人戏成为三星堆时期还要僵硬和不自然,眼睛依然像悲伤蛙,面部褶皱也非常奇怪,曾经的古天乐是回不来了。 在庆祝自己出道30周年的庆典现场,古天乐的脸也毫不到哪里去,不自然的双眼皮非常强劲,他的肤色也变得越来越怪异,现在有种介于古铜色和炭黑之间的奇怪感,同样变化大的,还有李廉杰和励志,长居国外的他们已经很少在公众面前亮相了,前阵子被网友偶遇在尼泊尔一间寺庙拜佛,许久不见的励志留着短发,看上去沧桑了许多,已经和普通人无异, 不再是年轻时的名艳大美人,李廉杰早些年被爆出生病,这次露面她的状态倒是比之前苦受憔悴是好了不少,现在夫妻二人淡出观众实现,远离了娱乐圈的喧嚣和纷扰,低调地过着自己的日子倒是也挺好的,女神唐维新年开工出现在机场,简单的外套,搭配一条休闲裤,看似随意地穿搭,却散发出一种时尚的气息,毛绒帽子显得俏皮可爱,让她整个人看起来年轻,不再是年轻时的名艳大美人,李廉杰早些年被爆出 年轻了好几岁,往那一站,却又电影感十足,每一个动作和表情都很有氛围感,跟上次露面比起来,汤维这次是颜值状态大回春,眼神也更加明亮有什么,说美回了巅峰时期,也不为过吧,皮肤状态也很细致真实,虽然能看到一些斑点,但这张脸紧致饱满,瑕疵反而增添了她皮肤的质感和自然美,你感性是44岁人的皮肤状态,随意摆拍都像在拍电影,松弛又有故事感, 结你太绝了,沈月一直是娱乐圈特别的存在,为什么这么说,因为网上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,为何连沈月都能当明星,从颜值到演技,似乎没有什么点能打动观众,就连曾经清楚出圈的写真照,也被人吐槽是照片,出道至今饱受各种质疑和批评,似乎做什么都难以得到大众的认可,然而被网友诟病啥都不行的她,最近悄悄变美了,人受了不少,长发的她比短发时多了一丝温柔, 让人眼前一亮,仿佛从以前的小女孩变成了林家大姐姐的模样,在镜头前也更加自信打方了,最近出教程教人拍照,从不仅打光到借用小道具,每一个细节都讲解的十分细致和实用,学到了学到了,同样女大事八变的,还有中立体的女儿考拉,曾经的萌娃,如今已经长成亭亭玉丽的大姑娘了, 近日与朋友聚会的考拉,身着一件抹胸礼服,大方的展示自己的身材,14岁的她已经散发出明星的气质,自信大方向的小大人,有自己对美的理解,网友们也大可不必急着审判,对女孩子多一些善意吧,希望她不要被外界的眼光所束缚,继续保持这种自信和从容, 曾经的湖南卫视主持人良天,自从从芒果台离职后,就很长时间没见到她了,最近露面是在2024中国网络市庭盛点上,曾经的良天知性又甜美,业务能力也强,一度被看好为湖南卫视综合能力最强的小花,可离开后的她,不光事业方面没太大起色,脸还变成网红脸了,完全没有了个人特色,被网友戏称彭不红,一直是十八线艺人的武艺,印象中一直是个搞笑而不自知的活, 虽身高不高,但武官也算没情目秀,最近亮相晚会,武艺直接比之前胖了两倍,完全没了之前的少年感,圆滚滚的还透露出一丝油腻,果然人只要一胖,颜值就得跌五成啊,如果不说这是谁,你能认出是哪弯吗?脸不浮肿,侧面看着更奇怪,这难道不是蔡明?那句娱乐圈男明星的归宿,都是本山书,女明星的归宿都是蔡明,难道是真的吗?要说一阵不见变化最大的,还得是贾玲。 瘦了一百斤的她,跟之前盼若两人一露面,便让所有人惊掉了下巴,尤其是近期是出的一组舞台照,波浪卷发,黄色婉礼服,浅浅的梨窝,实在是美得震撼。 在贾玲身上,我们看到了人类潜力的无限可能,这种力量足以激励和鼓舞无数人,不管什么时候,我们都要敢于追求梦想,勇于挑战自我,从今以后,做自己的女王。 有人越变越美,状态越来越好,也有人因为年龄的增长,或者乱动脸,看上去状态越来越差,让人感到遗憾。 但不管怎么样,容颜易改,只有作品是永恒的,希望大家都能拥有饱满的精神状态,为观众带来更好的作品。